龙达罗希一提到这个女人 想必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标签都是世界上最凶狠的女人 十字枯女王罗希 罗希作为曾经UFC的选手 其战绩是相当的恐怖 而要说真正让其知名度提升的 还得看优秀演员辈出的WWE 而罗希呢 也是WWE历史上最具有统治力的女子选手 以前罗希便是在UFC赫赫有名的女子选手 地板动作尤为的强悍 其在UFC的战绩也是同样的惊人 出战14场仅仅输掉了两场 不仅仅是在UFC上 龙达罗希还是一名出色的柔道选手 正因为他是柔道出身 所以他的地面技巧在擂台上往往是对手的噩梦 同时在08年的北交运会上 他也拿过女子柔道铜牌的奖项 这一殊荣也上他成为M国首个获得女子柔道奖牌的选手 他在擂台上的光芒无疑是十分凶悍且耀眼的 而在台上光鲜亮丽的他 擂台下生活中的他却是这样的 他的童年十分的不幸 早在七八岁的时候 父亲因为一场意外导致瘫痪在床 无法接受现实的父亲也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有年丧腐的罗希想必内心啊 也是有着心理阴影 从小便是十分的坚强 为了维持家里的升级 替家人分担压力 罗希早早的便是选择外出打工 去过夜店当过调酒师 交不起房租的他呀 就睡在车里 直到08年奥运会 常委儿童慈善事也做贡献 在私底下更是爱看美少女战士 神奇宝贝等著名漫画 私底下更是靠自过 太可爱了 在UFC赛场上能够连续六场比赛 用十字锢降服对手的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差萌的女汉子 却有着十足的真性情 在WWE的赛场上敢于实话实说 由此可见 真性情的罗希早已厌倦了虚伪的面具 也是当场怒怼大公主 要知道大公主身为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可以说是有着不小的权利 而罗希也不是吃素的 无愧是有着十字锢降服绝技的女王 就没有罗希掰不动的胳膊 地表最凶狠的女人果然是名不虚传 太霸气了 而其实不光是在格斗领域 罗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早在2014到2015年的时候 罗希便是入围了世界99位的杰出女性 并且年度最终的排名更是高达第二的位置 其本身也是参演了不少著名的电影 比如《速度与机刑期》 以及《赶死队3》 都在其中扮演了一位不可或缺的角色 其本人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 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 和男友特拉威斯·布朗一同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随后在2019年 罗希也是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 公布了自己的一个重磅血训 声称自己要当妈妈了 要知道 孩子的爸爸当初也是UFC的重量级选手 父母二人想想联合 可想而知会生出来怎样的孩子 对此王毅也是调侃到 这孩子一出生啊 就是地表最凶狠的小孩 估计孩子一出生 就直接来个十字顾 把医生的手指给掰断了 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啊 如今 《龙达·罗希》也是有这两个年头 没有出现在WWE的节目当中了 而在《大公主》近期的采访当中 也是提到过 希望罗希在未来的某一天 可以再次回到WWE的舞台 想必啊 这也是观众们所期待的 然而《龙达·罗希》和《大公主》的两人 在WWE的舞台上也是摩擦不断 果然呢 罗希看守了她的复仇 得罪地表最强女人 果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就连《大公主》此时此刻都要主动示好 此时此刻 罗希她笑了 也是慌了 生怕一条胳膊就这么被罗希给废了 又昆志愁 别提有多乐呵了 这样霸气的罗希 你喜欢吗